这是一只特别懂事 特别乖巧的一只狗狗 从狗楼车上救下来的 现在它已经去医院 确诊了淋巴癌 大家好,我是小徐 现在我身边的这只狗狗 它叫Tina 它是一只特别可怜的狗狗 可怜到 我看到它的野生 心里面就忍不住的难过 这只狗狗是我从狗狗车上救下来的 今年三月份 同时救下来的27只狗 其中的一只 当时救它的时候 它就特别可怜 胆子特别小 却说在狗狗车的笼子旁边 一动不动 救回来之后 我也从来没有特别的注意过它 也没有单独的去抚摸过它 抱过它 然后就在起几天 它精神不怎么好 真的不动 我就比较担心 把它再到医院去检查 结果它的检查报告 就是让人听了之后 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 它得了零八 跟我们罗妹妹一样的零八 医生给了我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 就是给它做手术 化疗 能多活一段时间 第二个方案 就是不化疗它的寿命会短 然后我选择了第二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呢 就是咱们也没那么多资金 就是在给狗狗做化疗手术 第二个呢 原因呢 就是因为它的寿命已经没有很长时间了 我希望它在家园要好好的陪陪我 也过一下幸福的生活 这就是 怎么说 基地狗狗太多了 狗狗不舒服的时候 我永远都不会去 特别注意到那只狗狗 狗狗不舒服了 生病了 到医院检查完了 心里面就特别的难受 特别要恨自己 恨自己为什么 那个时候不多给它的爱呢 真的 我每次狗狗生病 我都这种想法 然后这是昨天刚从医院把它剪回来 这个头圈也能摘了 一分给开了药 先用药慢慢就是控制着 可能会像小舌头一样 出现奇迹 因为咱们小舌头也是淋巴 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 还活着 我就希望奇迹发生在天然身上吧 他身上这个直血的胶带还没拆呢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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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 把妈妈放进去把直血胶带拆一下 就回来半年时间了 我从来没有这样抱过他 只是管他吃 管他喝 给他住的地方 给他惹他一个遮风岛屿的地方 从来没有给过他很多的爱 有时候真的我对基地许多狗狗都特别的惭愧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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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我怎么把直血带开了 乖 天哪真乖 好乖啊 天哪 接下来我给大家就是看一下天哪的样子 以及他是找什么样子 今天晚上就是把我们的天哪接回去 他是从狗车上救下来的 然后前段时间看他不舒服 我就把他带到了医院 来医院有一个星期了 也检查过了 他是得了零八 跟咱们罗妹妹就是一样的病 当时罗妹妹咱们是劫持治疗了三个多月 罗妹妹也活了三个多月 然后听了呢就不准备治疗了 因为治疗太痛苦了 像零八爷的话你做了手术还去做化疗 就是比较痛苦 剩下最后的时光呢就回家园里面 让他好好的度过 虽然之前有许多的不幸 但是从这一刻开始 他只会幸福下去 好了 吃吧 以后我每天给你吃好吃的 给你补充营养 好吃吗 吃不了 这次狗车上救回来 我第一次在家里面为他罐头 狗车上救回来也有将近半年时间了 半年时间第一次给他吃罐头 因为我们家园的狗狗也多 也不可能说是我每次 每只狗狗都给吃罐头 听了 你不吃了 吃饱了 好吃吗罐头 这个是我们的T呢 确诊了零八之后 然后医生问我做不做手术 说不做了 带回来让他好好度过余生吧 给他吃点好的喝点好的 完全就让他睡在我的身边 真的每次我当带狗狗去医院的时候 狗狗检查出大便的时候 我心如刀割 像我现在看着天娜的野生 心里面真的特别难受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 天娜 看着他的野生 莫名其妙的伤心 从救助回来到现在 我没有好好地注意过他 因为咱们基地的狗狗有很多 两百多只 只知道他那天不精神 我就把他带到了医院去检查 我想他一检查 是这种病 然后心里面真的 感觉自己 特别的累 同时感觉自己特别的无助 一会我帮你把薄圈摘了 医院给他奔着止血带 今天也要摘了 以后你就睡在我身边 哈听了 他不去其他地方 听了 听了 他听了 他是一共有两个病 除了淋巴癌之后 还有个子宫肿瘤 啊 听了 来 让爸爸好好看看你 以后活得开心一点 好不好 啊 他其实是一只很漂亮的狗 本来就很可怜 很悲惨 结果现在 就得了淋巴癌 听到这个消息 我相信许多人会像我一样 心里面特别的难受 好了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基地的Tina 好 好 好